上回书说到英雄会众弟兄 在金蹄关大厅之中 审问花刀将魏文通 魏文通还是面无俱策 其实徐茂公也知道 这个同官元帅魏文通 是死心塌地福保随仇 但是徐茂公还是苦口婆心 劝魏文通归降 而且把山东这些英雄好汉 为什么要反山东 为什么要砸牢反狱 为什么要推翻随朝的意思 也说给了魏文通 魏文通瞪着大眼看着徐茂公 姓徐大 你这话说完了没有 魏将军 我的话已然讲完了 随朝无道 我还是劝你归降啊 有道是贤臣 责主而左 良亲责母而亲 你千万别落一个昏君宁臣 嘿嘿 徐老道啊 我告诉你 你不是说随朝无道吗 我魏文通就愿意保证无道的昏君 杀寡存留任凭于你 即便我死了 我也是大随朝的忠臣 为随朝尽忠了 大爷魏正魏伯策 就跟徐茂公说 三弟呀 你看 你不是自找其苦吗 像这种奴才 你劝他 他就归墙了 要依我说呀 咱们也不要 大哥 您先甭插言 你也别生气 魏文通 我问问你 你真的不详吗 你可要再思再想 嘿嘿 徐老道啊 任凭你怎么说 任凭你怎么讲 我魏文通就是誓死不详 我能归降你们详吗 干脆把我魏文通杀了吧 秦琼秦说宝 就跟徐茂公说 三弟呀 甭跟他废话了 俗话说得好 有话送给知音 有饭送给鸡人 你说了半天 这是何苦呢 徐茂公 手里胡须 微微一笑 魏文通啊 你即使不详 我呢 也不再劝你了 你想让我杀了你 向上一刀 那是便宜你 来呀 先把魏文通 给我带下去 是 手下人 立刻就把魏文通 推推 嗓嗓就 推到西乡房去了 徐茂公 看了看程咬金 程四弟 你过来 哎 桑哥 什么事啊 我让你扶我过来 哎 好嘞 程咬金把耳头递过去 徐茂公 就跟程咬金 轻轻的 把自己的计策说了 程队爷一听是 哈哈大笑 用手指的徐茂公 我说徐老大王 你好缺德了你 啊 就冲你的主意 嘿嘿 下辈子 你还得当老道 这件事 瞧我程队爷 程咬金说完了 出了大厅 就来到西乡房的外头 来啊 给我点起一百兵 时间不打一百兵 十行一排 十行一排 就在西乡房 台阶底下排好队了 拜见程大爷 你们这边五十啊 那边五十 这边五十 五个头你们过来 我告诉你们 这么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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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行了 程大爷您放心 我们就按您的话去办了 你们这五十个小子 走 跟程大爷我进去 我说什么 你们听什么 好嘞 五个兵头一招手 这五十个兵 跟着程大爷就进了西乡房 程咬金一看 魏文通 道姐二倍这儿绑着 我说 通小子 哼 无耻的想码 好 骂得好啊 小子 今天你这成的也给你那样瞧瞧 来啊 把他的窥开甲咒给我去掉 是 首先过来几个兵就把魏文通摘盔卸甲脱战袍 然后又把他捆上了 来啊 给他搬个座位让他坐下啊 连椅子被给我捆到一块 是 这当兵的心说 您要一块说好不好啊 两次下命令 这多麻烦呢 没办法 程咬金说话 这当兵的得听 搬过一个椅子来 把绑绳又给魏文通松开了 然后让魏文通坐下 拿这绳子 连魏文通的椅子被就全都给绑上了 魏文通瞧着程咬金 想码 你到底想把我魏文通怎么样 想码 这想码是你叫的吗 我说魏文通啊 你打成打净 大爷我是谁 你也不过是个无名小辈 呸 魏文通 你别以为你是同官的元帅 小子 你坐这听着 说出我的名声 吓破你的苦胆 你知道我是谁吗 小姑声 长野林 劫黄杠 大爷我姓 称我叫程咬金 魏文通 魏文通一听感情这个蓝面红胡子的就是截黄杠的程咬金 程咬金 你截了黄杠 你敢把我魏文通怎么样 不过就让我死吗 嘿嘿 小子 死便宜你 今天你这盛的盐 我给你捣吃捣吃 来 给我搬个座位 有人搬个座位 程咬金 让人把这个座位 放到魏文通的面前 程咬金一屁活就坐着了 魏文通 你真不想 就是不想 嘿 小子你要再想归墙还不成了 你甭想了 说到这儿啊 程咬金这手就过来了 我说魏文通 你可别后悔 绝不反悔 好 程咬金 这手 就揪住了魏文通的几根胡子 小子 你可别后悔 叫你想你不想你 瞧我的吧 呈 程咬金一使劲 可把魏文通气坏了 气得魏文通 眼珠子都快弄出来了 好皮肤 你为什么揪我的胡子 嘿嘿 通小子 胡子疼是小事 疼胡子是大事吧 我就让你这胡子先掉下几根了 小子 还想挨疼吗 你瞧你家成的爷的吧 说着话 这位成的爷 一转魏文通 左边这把胡子 使劲望下一转 就 喝 这当兵的在旁边一看 这纯粹是活把毛啊 程咬金就把 魏文通的胡子 揪起一大料来 有点 魏文通这下不磕 这皮肉上 针针 望重冒血筋啊 哎呀 魏文通疼得是 哇呀怪叫 程咬金 你是个匹夫之辈 哈 魏文通你胆不小 你敢骂 劫黄杠的 成的爷吗 瞧我的 程咬金一伸手 又把魏文通 右边的胡子给揪住 拿手这么一挽 小子 你甭想的你 把这边的胡子 也揪下来了 哎呦 这当兵的要乐 又不敢乐 这魏文通向大了 左边的胡子也没了 右边的胡子也没了 当中间剩下一柳胡子 这不成山羊了吧 程咬金就把 当中间这缕胡子 又揪住了 干脆 我说姓魏的 你就甭咬这胡子了 啪 一把 又给拽下来了 大家伙一瞧啊 这回魏元帅可年轻了 胡子都昏没了 程咬金站起来了 从外边高声寒嚷 来人 通通通 进来十个 这十个兵进来 一看魏文通这样 又不敢乐 把嘴捂上了 程咬金看了看这十个兵 准备好了没有 程大爷 我们按您的吩咐 全都准备好了 行 让他们拿进来 你们外边呢 拿进来 魏文通 不知道程咬金要干什么呀 腾腾腾 又从外边进了几个兵 手里又拿着包包 拿着东西 程咬金用手一指 来 给咱们 喂元帅 捣吃捣吃 是了 这些兵 七手八脚的 就把魏文通 从椅子上解开了 魏文通 四肢无力呀 身上一点劲都没有 气得就剩下哆嗦了 只好任凭百步吧 这兵 先把魏文通 两只手解开了 两条腿可没解 有一个兵 捧着包袱过来了 把包袱打开了 有一个兵 有打在包袱里 拿出一件衣服来 一抖了 成的也乐了 行好漂亮 什么衣服啊 又肥又大 崭新的一件 红缎子绣花大 给魏文通 愣穿上了 然后把盘 给他系好了 把他两只胳膊 望后一拢 又把他捆上了 然后把两条腿 给解开了 又从包袱里头 找出一条 葱石绿的大裤子 给魏文通穿上了 魏文通气得眼泪 都快掉下来了 然后呢 当兵的 把魏文通的裤子袋 系好了 把他的鞋跟袜子 包脚布 全都扒下来 给他换上一双 大花鞋 张得爷 魏元帅脚太大 这花鞋太小了 我不知道你们找床大的吗 您瞧这个够大的 跟船似的 是不小了 没关系 你家承的爷 我有主意 这程小金呢 拿起这大花鞋 就把这鞋后根 尺儿给撕开了 给魏文通穿上 穿好了再一记 这不错不错 来来来 给他裂成捣屎捣屎 又有几个兵过来了 伺候着程咬金 程咬金就拿这桂花油啊 往这魏文通脑袋上 这么一抹 把他的头发 挽成一个美人剂 然后把这冠粉 用清水调了一茶碗 把魏文通脸上 涂得这云啊 这叫白呀 这白粉涂得 做一个铜琴那么厚 然后把胭脂调好了 放在手心里 把魏文通这腮帮子 那么一拍 就成的也这两只大手 好家伙 差点把魏文通这腮帮子 给拍中了 又把他嘴唇上抹上红 然后拿这黑墨 还给他画两个黑眼窝 找了二十多腿花 给魏文通脸上全都带满了 魏文通气得骂呀 程耀金你匹夫之辈 有朝一天我要得过命了 我非把你一刀一刀 剐了不可 你这个无名之辈 你简直不是人 这当兵的在旁边起哄 程辈爷 您听 他可骂您的 哎 没关系没关系 让他骂痛快了 我要不聋 我听见了 哎 这么怕 程耀金一低头 有一个兵头 真知道程耀金想着是什么呢 就把程耀金的鞋脱了 把这包脚布给揪起来了 一抖了这包脚布啊 哎呦 连程耀金都嫌臭啊 来啊 小子你办得不错 就拿这块包脚布 给魏文通这小子嘴给堵上 是的 有一个当兵的 一捏这魏文通的鼻子 魏文通自然得张嘴啊 啪 就把程耀金 这块包脚布 搁在魏文通嘴里了 魏文通这恶心呐 没办法 再想骂都骂不出来了 程耀金一插腰 嗯 行了 这些当兵的推推嗓嗓 就把这位隋朝的 同官大元帅魏文通 推出西乡房 直奔北屋大厅 往这屋里一推 哼 大闹山东的这些英雄好汉 一看他 乐得都喘不过气来了 程耀金一挑大指 周外 上阳 瞧程的爷 把这位魏元帅打扮得怎么样 齐标一挑大拇指 嘿 四哥 我算是赞成您了 徐茂公手里胡须微微一笑 要怎么说 这件事非成四弟办不可呢 嘿 程耀金走到徐茂公面前 我说徐姥姥 这德你可全都让我程耀金缺了 小贼下辈子你还得当老子 大家伙一个场笑 魏文通是羞涨满面 低着头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呀 来呀 徐茂公吩咐一声 把魏文通先给我推到院内 是 手下当兵的就把魏文通带到院子里了 徐茂公用手一指 侯俊杰 上回中 黄天虎 李成龙 丁天庆 盛艳师 你们哥儿六个听令 在在在 你们哥儿六个 把魏文通送回同关 侯俊杰 你过来 我告诉你你赠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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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三哥 您的主意太高了 哥儿四个一起 李了大厅 秦从秦首宝就问徐茂公啊 三弟啊 你要让他们哥儿六个 把魏文通送回同关 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干脆把他杀了得了 二哥 我把魏文通扮成这样 把他送回同关 您可要知道 靠山王老杨林在那 杨林一看魏文通扮成这个模样 非把他气死不可呀 魏文通他可是同关的元帅呀 回到同关 在众手将面前 丢了这么大的人 他也活不了了 二哥 如果说老杨林气死了 魏文通羞愧难当 他也死了 那么通关 咱们可叫唾手可得了 这叫一举三得 您看小弟 我这主意怎么样啊 好 秦穷一条大纸 三弟 我真佩服你足智多谋 嘿嘿 张晓金在旁边一乐 这主意啊 就是孙典 老道 你可够缺德的 大家伙全都赞成 许茂公的计策真高 到了第二天 侯俊吉打扮好了 扮成一个农夫 头上戴着一顶随风倒的帽子 身上穿着一式的土布裤罐 打着国腿 穿着一双 斑尖大叶巴撒鞋 腰里头 系着一条麻绳 这时候 上怀珠 丁天庆 盛演师 黄天虎 李成龙 也都准备好了 侯俊吉说 走吧 几个人 就出了金蹄关 这总兵衙门 外边当兵的 预备了一辆大车 魏文通 已然被放在车上了 哥儿五个在后边 侯俊吉一窜 就坐在车上了 一摇边 这车咕噜噜往外走 离了金蹄关 过了黄河 离铜关不远了 侯俊吉 让车辆站住了 然后把魏文通捆好了 嘴里头 又给塞了不少碎布 在当地呢 哥儿五个花钱 买了几百斤干草 就把车上全都装满了 外边是草 里边放的是魏文通 然后用绳子 把车给杀戒实了 侯俊吉赶车 这上怀中 哥儿五个 在车后的跟着 侯俊吉坐在车上 一摇边 这车咕噜噜噜 就直奔通关 到了通关之后 侯俊吉让大家 埋伏在城外 给自己打街影 一个人赶着车 穿街月巷 就直奔帅富了 到了帅富前 把车止住了 这当兵的在这开门了 一瞧来辆大车 这当兵的过来了 干什么的 这可不许停车 哎 侯俊吉又打车声 蹦下来 中外 跟您打听打听 这是不是 同关元帅府啊 废话 同关元帅府 你还不认识啊 我说你怎么把一车草 给我们弄到元帅府 投了了啊 赶紧走 您先别生气 我跟您打听打听 这是不是帅府 少废话 既然是元帅府 您就跟我说是帅府 得了 是帅府要怎么样啊 跟您说 我跟您打听打听 同关元帅 是不是姓魏教魏文通啊 废话 你一个卖草的 你打听我们家元帅干什么 哎 我要说元帅 就要元帅的事 请问你们家魏元帅 是不是奉了靠山王之命 去追赶反叛秦琼去了 你怎么知道啊 您瞧 要不然我来送草呢 魏大帅啊 他骑着马追赶秦琼 他走到我们村子了 他马饿了 甩灯离安下了马 跟我们要点草 要点水 他畏畏生口 隐隐生口 呸 我们这草可好啊 魏大帅这匹宝马 吃我们这草 吃得就香啊 魏元帅一看 我们这村 堆着不少干草 就跟我们说呀 让我们送一车干草 送到元帅府 如果说你们的马要吃得好呢 这个买卖咱们就交成了 就拉上主公了 如果要吃得不好呢 咱们是砂锅砸蒜 一锤子买卖 您老听明白没有啊 哦 这当兵的这才听明白 原来是魏元帅看这草好 要给马买一点草料 草钱给你没有啊 不忙不忙 我还跟您说 您老看这草是又稀又长 又柔软 为牲口正合适啊 这个买卖准保交的长 这样草钱呢 以后咱们一块算 老您的家 您替我回避一声 跟管师的说说 赏我点酒钱吧 好 你候着 侯俊吉在这站着 这几个当兵的望虎一走 到了府门前 小声一嘀咕 有一个当兵的撒腿望里就跑 去面前靠山王杨林 到了杨林面前 当兵的赶紧单腿打签望地下一跪 拜见王爷 什么是 前来面见本王啊 王家千岁 魏大帅有消息了 什么 魏文通 他在何处 王家千岁 门外头来一杆车的拉了一车草 说是魏大帅让他来的 给咱们同关的战马买草料 嗯 靠山王杨林非常奇怪 徐茂公能不能把杨林寄出来 咱们下回再说 咱们下回来的